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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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宣布为两件影响较大的文字域平反 声称文字域是偶以笔墨之不解 是与叛逆同科 既开告诫之端 赴施请法之当 是以嘉庆一招 再无惨烈的文字域发声 嘉庆皇帝对待读书人较为官后 他亲政后 一个叫洪亮级的汉林院边修 上说军机大臣 抨击朝廷弊端 指责言路四通而未通 立志欲塑而未塑 这句话 把嘉庆皇帝气得够呛 将其革职下狱 接受调查 嘉庆皇帝气稍微消了一些 又派人到刑部 只是读书人不可动行 让洪亮级感动得不得了 有一年夏天 提督湖北学政杨毅回京 进见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正在挥扇不止 见杨毅进来 立即放下扇子 整个接见过程 嘉庆皇帝哪怕挥汗如雨 也没有拿起扇子 因为按照规定 大臣是不能在皇帝面前挥扇子的 嘉庆皇帝以这种方式 表示要与大臣同甘共苦 杨毅当时也没说啥 回去后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 痛哭流涕 紫禁城里禁止跑马 大臣上朝都是不行 对于一些上年纪的大臣来说 每天不行上朝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尊重老臣 特许部分德高望重 劳苦功高的老臣在紫禁城骑马 满洲和蒙古大臣习惯骑马 而汉人大臣却很少骑马 考虑到这种差异性 嘉庆皇帝所幸允许汉人大臣乘坐教的上朝 三在个人品行上 嘉庆皇帝也表现得可圈可脸 从乾隆后期开始 清朝官场兴起 乐向皇帝进宫七真一宝的风气 嘉庆皇帝果断说不 不允许各省向他进宫七真一宝 减轻百姓负担 以此 大臣汇报一块从叶尔枪地区开采的特大玉石正在运送京城的路上 由于交通不便 无法再规定时间运到京城 请求缓期 嘉庆皇帝听了 批复 一揭此语 不论玉石行至何处 其行抛弃 这块巨大的玉石重打两吨 下之连城 嘉庆皇帝说 扔就扔了 人们都知道道光皇帝立行节约 几乎到了抠门的地步 嘉庆皇帝不遑多让 此前 朝廷举行各种祭天及夜灵活动时 总是浩浩荡荡 前呼后拥 热闹跟过年一样 皇后和嫔妃也会随行 嘉庆皇帝为了减少开支用度 下令举行祭天及夜灵活动时 皇后和嫔妃不用跟在一路 另外 随行仪仗队伍也要减半 四嘉庆皇帝敢于自我批评 1813年 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 部分教徒一度冲进皇宫 差点出了大事 事后 嘉庆皇帝写了一份罪己照 承认自己的过错 在罪己照里 嘉庆皇帝表示自己兢兢业业 当了十八年皇帝 从来不敢偷懒 虽然没有做出奈民的政绩 但也没有残害百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 想来想去只好批评自己 我再三告诫大臣不要音寻待完 但大家都不听 以至于酿成汉唐宋明 都没有发生的事情 今后 我一定自我反思 改正错误 上报苍迁 下平民怨 你们如果还是大清的忠臣 就要赤心报国 帮我改正错误 否则还是辞职算了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最后 嘉庆皇帝说 笔随泪萨 通欲知之 想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写成这份罪己照的 武历史学者张宏杰在嘉庆滑落曲线 一文中哀叹 大清王朝的不行 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 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此言不错 嘉庆皇帝是一个好人 然而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嘉庆皇帝在新政之初实行新政 表现得可圈可脸 体现出一个新皇帝应该有的锐气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告诫大臣不要音寻待完 事实上他本人何尝不是这样 从1799年到1820年 嘉庆皇帝掌握石权的时间长达21年 21年间 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启动了以蒸汽即位标志的工业革命 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 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 受英国的影响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 相继启动工业革命 这时候 东方的清朝还沉迷于天朝大国的美梦 以嘉庆皇帝为首的掌权者 甚至还在沿用老祖宗的办法做事 管理国家 嘉庆皇帝的手里有两个法宝 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 他拒绝对这个古老的帝国进行任何改革 他连自己曾经实行的新政都任习无疾而终 还禁止人们使用新正义子 他继续推行重农义商的既定国策 禁止民间开化 他任用那一批在道德操守上 无懈可击的大臣 这些大臣却没有向他提出一条格顾顶心的建议 不可否认 嘉庆皇帝当政21年 一直勤勤恳恳 可这又如何 整个国家在晃晃荡荡中走向衰败 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 参考资料 青石搞青石鹿 嘉庆滑落曲线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